中方一贯主张 有关国家间防务合作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 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 无权介入中非涉海争议 改变南海现状 加剧地区紧张的 恰恰是以外闹事的菲律宾 是插手搅局的域外国家 日方不断拿中国说事 不过是想制造紧张 借机扩军备武 拉帮接火搞阵营对抗 日本历史上曾屡次炮制师端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国际社会应对日本 再次走上军国主义企图 保持高度警惕 南海驻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将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耗的手段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海洋权益 官方是国家主义企图的 旅客人 仍然是国家主义企图的 和海洋权益